今天的這個司奪獎的頒獎啊 是我們工會針對我們過去一年以來 看到高等教育政策裡面 教育部失職 教育部無能 教育部有意的來惡化老師權益 惡化大學裡面受僱者的權益 所為的講齁 現在工資立大學的重點費被脫鉤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工立大學交出你的重點費 會比資立大學的老師薪資 中點費還高16% 那這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思想不一致 為什麼邏輯不一致呢 為什麼要奪取老師的權益而來曲解法令呢 事實上 他說 市立大學如果財務狀況較佳的 可以定於高於公立大學的基準 那這不是此地文明三百兩嗎 不是告訴市立大學說 如果你財務狀況 你自認為不佳的話 那你就可以不用調整嗎 這違反了法令上的規定喔 第二個 他壓文給 市立大專校院 各市立學校只有本分 用公立大學的水準就好 那學術研究費就不用 大家知道大學老師的薪資分兩部分的 一個是本縫 一個是學術研究費嘛 那本來過去都是一致的 現在他說 可以脫光 但是他說呢 私下教師的權益又在這裡被剝奪了一次了齁 好 那我們現在來頒發這個師奪獎的得獎人 他曲解了法令 誤用了國家應該要告出所有的公私立大學 不分彼此的這樣的一個法令的原則 這個人就是我們的教育部人事處處長張秋元 我代表高教工會 來頒給今年的最佳教師節的獎項 師 剁獎 台蕊那個剁獎 那以下我來宣布他得獎的三大領 第一 這位官員呢 在他任內呢 讓我們的台灣的師弟技職老師呢 在五年內消失了一千名 第二 他放任師弟技職的師生餅 從九十七 學年度的二十九比七 上升喔 這個上升這個非常有效率的 上升到一百零二學年度的三十二 而在這五年內呢 我們師校技職的學生 卻增加了六千兩百九十五人 所以呢 他的劍術就是四二五度 不斷的 檢聘老師 但是呢 讓我們的學生 繼續繼續不斷的 在 就選 花更多的錢 第三呢 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每當我們有私校的老師 實際職老師呢 要上來澄清的時候呢 如果呢 他們表明他們是公會的身份的時候 那這位長官呢 他的態度呢 就非常非常的 從非常的開放 到非常的 怎麼說呢 把他的所有的情緒 跟他的想法 放在他的臉上 以及他行動裡面 他就拒絕 跟這些老師溝通 而進行宣布 他們的協商的會議解散 自私不理 因此呢 今年的師舵獎呢 我們高教公會呢 要頒給教育部 技職師市長 李彥怡小姐 好 加油 梅森 梅森 加油 那今天呢 我是最有資格 來頒這個叫做 師奪獎 躲避的躲 那師奪獎得獎人是誰呢 就是那個始終躲避教師陳情的人 那今年的這位得獎者 他得到師奪獎的事蹟 包括 第一 他在立法院宣稱啊 之後學生如果來陳情 我一定會親自接見啊 但是呢 他只見了一次 之後就再也不見 任何來陳情的學生或老師了 第二位呢 第二點 就是 永達高峰教職員 都欠心破意啊 從屏東北上 到教育部苦等一天 那他都表示 哎呦我都在開會啊 所以不願意出面接受陳情 第三 多校老師 呃 去信教育部的部長 信箱陳情 都遭到 呃 就是指出 遭到違法資遣或逼退 他也不積極處理哦 第四 高教工會過去一年來 呃 至少 到教育部陳情 抗議過五次以上 包括陳情 永達高峰大規模欠心的問題 教師工作權的受損 呃 私校董事會將校產當家產 呃 學生助理 勞動權益問題 實習生遭剝削的問題 等等等等啊 非常非常多 他都不願意出面 總是躲起來 我想這個人胡之欲出了 所以呢 今年的十多獎 得獎人是 呃 前任教育部長 江偉年 呃 呃 呃 出現了 哎呦 兩年不見了 恭喜 十字名歸啊 講還是不講啊 講不講 新任的教育部長 胡思華 公開說 要把162所大學 砍掉 剩下100所左右 在這過程裡面 他說 要把導師們 找到第二專長 如果真的是這樣 過去這兩年來 被惡意解聘的 被逼退的老師 這些人 你做了什麼嗎 做過什麼東西 事實上完全沒有嘛 又是一個空話 又是一個空話 如果你有 拿出辦法來 不要再空口白話了嘛 辦法先拿出來 在教師法裡面明明規定 你要經過輔導管界 輔導管界在哪裡 從來沒做過 從來沒做過 那你現在 你空口白話說 你要幫這些老師 今天 大學的問題 是在於 教育品質下降的問題 教育品質下降 是在於 聲師筆的不斷的惡化 換句話說 是學生多兒 老師不夠啊 那你現在 你不從 根本在解決 教育品質的惡化問題 而去談說 大學數量的多廣 事實上並沒有一定的邏輯關聯 大學數量少或多 跟教育品質 沒有直接必要的關聯 而是在於你的投資 在於你的資源投入的 夠不夠多 才能讓教育品質上來 假設今天只剩下一百所大學 但是 我們的師資當然是不好 我們師資當然 師資結構當然是不好的 生死比依然是惡化的 那麼 你在撿到三十所大學也是一樣啊 這不是數字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 要跟現在的教育部長 吳世華喊話 要呼籲他 重視我們所提出來的 過去師生 過去老師 權力被剝奪 工作被砍掉 的這種種種問題 希望你不要跟 蔣瑋你一樣躲起來 在現在這個時代 教育已經組繭了商品化 而 一直口口聲聲說 希望台灣的教育 可以跟國際接軌的教育部 不但沒有辦法保障 現在教育第一線的 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權 也連帶的損害了 學生受教權的權益 我們認為受教權跟工作權 都是政府 都是這個國家 應該要保障的人民基本人權 所以我們在此 非常譴責 教育部不但沒有辦法 保障老師的受教權 沒有辦法保障學生的受教權 更也沒有辦法落實 教師工作權 任意的辦學校 而且任意的掌學費 也沒有辦法 也在掌學費之後 沒有把這個學費 回饋到學生身上 沒有辦法回饋到 教育品質身上 我們學校 甚至我們是所謂的超額教師 其實整個程序是亂七八糟的 然後 我們學校有很多老師有超終點 有監客老師 而是我們這十一位老師 所謂超額老師 一堂課都不排給我們 那我們沒有課可以上 所以把我們違法制限掉 整個程序是非常粗糙的 另外 我們學校在七月底 報教育部我們之前案 然後教育部 因為 這個八部過程裡面 沒有經過三期三省 教育部把它退回來了 可是 退回來之後 學校也沒跟我們老師做溝通 做些怎麼處理問題 那之前教育部的 長官成為我們要開示範座談會 教育部 學校 老師代表跟高教育部 我們坐下來解決問題 我們真的愛學校 我們需要學校越好 然後我們需要交部硬起來 幫老師坐下來解決問題 不要讓老師走向街頭 去爵士抗議 教育部失職 教育部失職 教育部失職